好了,接下来,各位,你们抬脱就行了,不用记了,那个小哥,你叫什么来着,刘志超,刘志超,我得记好几次啊,回头我一个一个点,刘志超,那不要记了啊,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法啊,你不用记,我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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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这么多,有二三十个是吧,你记不住,但是呢,但是你在这里必须要记住有一个,JOY, JOY是不是必须记住啊,来接下来,我跟你说过,我现在记住了几个,你们就记几个就行了,因为你想啊,各位,以后,以后有些东西,你不是经常用的,对不对,不是经常用的,现在我记住的是什么呢,JOY,还第一个,然后呢,还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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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绷里特,系绷里特都分几个, 跳空了,是不是想分几个,分几个,是吧,各位,你后面那个参数,不是想分几个,分几个,对不对,什么类特是分割,然后还有一个放的是什么,查找,那查找没有的话怎么办,反回复一, 还有一个strip,去除,去除,去除东西,对不对,更多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去除的时候,比如说,默认,是不是帮咱们去除空白,以及换行理智表符,对不对,咱们如果想要给他,把其他的东西都去掉,我们是不是也自己指定字符了,但是指定字符的时候,这个,说一个专业的术语,刚才,基西是谁啊,不是, 叫崔泽,崔凯西,这叫崔凯,那基西是什么意思啊,地名,哦,基西的崔凯,那基西的崔凯就是说一个什么呢,我就挺好的,其实在这儿没有跟大家说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咱们有学计算机的,你在大学的时候,肯定学到过最长公共子序列,学算法那一刻,就会讲到这个东西,其实最长公共,我跟你说一个单词,叫最长公共子序列是什么呢, 比如各位,这叫我给你了个Alex,Alex,写了个字符串,等于Alex,Alex,然后又写了一个什么呢,写了一个什么呢,比如说Ui,L,L,E,写了个他,那这两个字符串的最长公共子序列是谁,L,E,咱们说子序列是不是就是他的子集啊,子集,但是你就是最长,是不是优先把最长的,是不是拿过来, 因为E是子集,对不对,L,E是不是也是子集,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拿到了他的最长公共子序列,是不是L,E啊,如果这里边又有一个X,最长公共子序列,是不是L,E,X,最大公约数,不是,你公约数,那还得计算,这叫最长公共子序列,明白吗,各位,你看咱们Strip和LStrip的时候,是不是就干的这个事啊, 就是先找到他们的最长公共子序列,是不是把原来的那个字符串,是不是给他把那个最长公共子序列,是不是去掉啊,第一次去掉了,如果接下来是不是还找,是不是知道怎么办,接下来还找,直到找的没有公共子序列了,或者是找到某一个不合法了,是不是我们就不找了呀,我们就不找了,所以又加了一个Strip, 那,OK,那接下来是什么呢,Join,呃,呃,Split,Found,以及咱们的那个什么,呃,Strip,是吧,是说了这几个了吧,说了这几个了,然后呢,这个字符串,这几个方法里面,各位啊,你这,我跟你说的这几个是你必须要绘的,明白吗,是必须要绘的,因为后边用这个东西用的是非常多,还有几个你不用记也应该绘的,就是Upper, 跟Lower,是不是一个变大变小啊,变大变小啊,这个你其实不用特地记,是不是就能记住,就知道了,不用特地记,来各位,那也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一大堆可能三十多个方法里边,你把这六个全部都给我备会,没办法,全部都需要备会,其他的我不要求你备会了,你只是要把它给我整理在你的某一个地方,就算OK了,尤其是咱们说英文也不太好的,你是不是得把他备会, 把它整理出来,对吧,不然你看原版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OK吧各位,OK哈,好,那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个什么呢,这个字符串里边,现在你是不是要记住六个魔法功能了,那接下来我再给你加点什么呢,加点特殊的技能,加点特殊的技能,加特效是吧,加特技, 所以通过,通过上面这些个,我要求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上面的六个,六,六个基本魔法,都有哪六个,好吧,我怕你打我,我就给你列一下,好好好,为什么要我拍,好,没什么,我 recording,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呢,是谁能把他连选的,没有什么,我只能把他连选的,没有什么,你不要再 indud 땅啊,我现在没跟大家拍摇,啊,我没人想吓,就是,嗯,我自己做这个,是否秀的,就是,那我买田雷,我没人还去连选的,是谁能不能带来的,我真端嘛,是不疼的,我能不能说你把他备会,怎么办,我得到这些的夺癬,我会知道,你没什么,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不是Join 再有一个什么呢 Svelate 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Found 还有Strip 是吧 还有什么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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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Upper Upper和什么的 Lower 是不是这几个呀 是必须要会的 是必须要会的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几个什么呢 就是黑魔法 黑魔法 其实不太黑 就叫黑魔 灰魔法了 不太黑的叫灰魔法 这个灰魔法也是必须要会的 来接下来各位啊 我先给你搞上一个字符串 X Test等一个Alex 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的 他可以 我如果想只拿A 或拿X 或拿LEX的时候 我如果先拿A 再拿L再拿E 那怎么做呢 就可以这样来做各位 Test加上一个中括 看见一个是不是中括号啊 加上一个0 那这就表示我会获取到几呀 获取到A 明白各位 获取到A 那如果我给他写上一个E 就是L对不对 2 就是什么呀 E 然后3 X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 Test是不是就根据你的什么呢 根据你的这个值 是不是可以来找到啊 而这个值 咱们一般写一个关键字 就是一个特殊的命名叫什么呢 叫索引 或者是叫下标 或者叫下标 那这个索引的意思 其实是什么呢 是不是从0开始的 各位 从0开始 这是不是0位置 这是1 这是2 这是不是就是3啊 0123 这是0123 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对他进行获取 这OK吧各位 OK OK 好 那这是通过索引的方式 去获取字符串里边的某一个字符 对不对 对 是吧 获取字符串中的某一个字符 然后呢 索引下标 获取字符串中的某一个字符 好 那紧接着再来说一个 说个什么呢 说一个 来 test 我现在想取AL 或者想取LS 那各位 咱们这个是不是只能取一个字符啊 如果你想多取的话 那你怎么做呢 只能说是V 等于test 加上一个什么呢 也是中括号 只不过这个中括号可以加什么呢 比如加上个0 加上个1 冒号 冒号 加个0 加个1 这样的话各位 它就表示是一个什么呢 是索引范围了 明白吧 是索引范围 这是不是从0开始的 0123 那至于它是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呢 还是大于0小于等于1 这个现在咱们不知道 对不对 来一测试是不是变值了 所以这拿到了几 A 所以第0个拿到没有 第一个拿到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范围是什么呢 大于等于0 是不是小于1啊 小于1啊 然后所以这是它的范围 那你说我接下来给它弄成2 可以吧 弄成2可以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0 拿0和1啊 拿0和1 那它还能拿什么呢 写个负1 负1的意思表示什么呢 是不是直接到哪啊 是不是到最后这个位置啊 是吧 同志们 是直接到最后这个位置 那这能加负 所以你在这知道各位 0 1 或者是 等等等等 这些索引 那这些索引 是不是就可以代指的是 你说 这叫什么呢 这叫切片 你是不是相当于把整个字符串 是不是给它切开了 卖切糕的 咔咔 给你切了两个给你了 这是不是把整体 是不是切出来给你了 吃过吗 吃不起 现在在那个什么 我之前去那个什么302医院 门口现在还有卖的呢 我真那么牛逼 现在还有人卖呢 来 这是咱们的切片 来各位 切片完了之后 这个明白吧 各位 能明白吧 明白 那接下来在这儿 我再给你说一个叫什么呢 叫一个 另外一个方法 叫另外一个功能 叫LEN 这个LEN是个什么呢 各位你看Alex这里 是不是有1 2 3 是不是4个字符啊 他们索引是不是0到3啊 索引是0到3 那如果我给他写上 我想获取一下 他现在长度有多少呢 我就其实直接LENSE 加个括号 把TEST加进来 我就能知道 当前这个字符 有多字符串 有多少个字符组成 明白吧各位 看到没有 这是有多少个字符 字符串 字符串里边 有多少个字符组成 OK吧各位 OK OK 那这里边如果是中文的话 中文叫什么呢 叫杨 建 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什么呀 郑建文 杨建你不好看 不用你啊 那郑建文 各位 郑建文 这是不是有三个字符组成的 你看一点 是不是3了呀 没问题吧 同志们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你如果在Python 2.7里边的话 他拿到的就不是3了 这是在Python 3里边 各位你拿到的是不是这个Lens 是不是获取当前字符串中有几个字符组成 对不对 是吧各位 几个字符组成 那在这是在Python 3里边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段代码写到Python 2.7里边 首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头部是不是有一个UTF8呀 在2.7里边的话对不对 如果在2.7里边有个UTF8 那这个正是有几个字符组成的 一个汉字是不是三个字符组成的 所以你如果在Python 2.7里边 这会拿到的是多少呢 拿到的是个9 明白吧 明白吧各位 在这个Python 2.7里边拿到的是个9 但是在3里边呢 咱们直接拿到的就是有几个字符组成的 OK吧各位 能明白吧 能明白啊 所以在这儿是Python 3里边你要知道 来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 其实对于这个Lens 现在我再给你列举了 是不是有个Lens了 LEN其实就Lens LGTH 是不是就是Lens的长度 这是长度的意思呀 Lens一个功能 还记得那个Jone吗 是不是加个下滑线 是不是底Jone 是不是想Jone 是不是把这些东西 是不是通过下滑线 是不是Jone起来了呀 Jone起来了 来大家 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件事 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儿写了一个这个东西 那对于这两个功能 这两个魔法 它后面的传的这个值 是什么呢 是只需要有一个什么呢 不是指 意思就是不仅你传字符串可以 你传其他的东西也可以 其他的东西也可以 比如其他的东西是什么呢 咱们说基本数据类型里边 我是不是给你讲了字符串了 咱们是不是还有列表呢 是不是还有原主呢 是吧 同志们 我说了 但是咱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比如是如果是一个列表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拿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等一个 比如说等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s.sublite的时候 sublite比如说通过k进行sublite 然后v等一个他 printv 你看如果我们去执行他的时候 这拿到的是不是中括号 扩起来的东西 里边是不是用动号分割的 是吧 里边用动号分割的 这种东西其实叫什么呢 其实就叫做咱们的列表 那对于这个列表 我可以这样直接写 看是不是中括号扩起来啊 等一个1122334455 再加上一个字符串 来 这是不是一个列表 各位 这就是个列表 而对于lens跟john来说 他都可以利用这种东西 但是到列表的时候 我跟你说明白吧 那比如说咱们按照lens的时候 lens这里是不是可以加个字符串 是不是计算字符串的长度啊 然后如果我加上一个lens 加上个li 这个li是不是后边带着的 是个列表啊 他就会计算这个列表里边 有几个动号分割的元素 明白吧 来对于li里边 这是不是一个动号 是不是一个元素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而对于lens来说 他是不是按照这里边 是不是一个一个找啊 明白吧各位 不要把什么呢 lens一个列表的时候 不要说认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不是这样的 他是按照逗号来搞的 OK吧 能理解吧 能理解啊 所以在这儿你要知道 咱们黑魔法里边 跟大家说了几个呢 灰魔法 一个是索引 一个是切片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lens 还有一个 就是先说 说到lens 好吧各位 先说到lens 这是干嘛呢 或许 我这是不是写了呀 上面写了对吧 然后注意 对于lens以及join 是不是在其他的数据类型里边 是不是可能还会用到啊 是吧同志们 是 来那接下来再加一个魔法 这个魔法是什么呢 来同志们 你看 这里是不是证件文呀 我现在想让你给我输出一下证件文 让它一个一个给我输出 意思是什么 比如我让它内容多点 然后呢 笑话吧 哎呦 这个这个这个 这还好还好还好啊 来各位 证件文说 妹子有种冲我来 对吧 假设这个东西 我想让你给我输出一个 证一个 见一个 文一个 一个一个输出 那你说 你是不是得进行循环了 各位 是吧 不要再停留在那个画面上了 好不好 回来啊 回来 来 接下来 如果咱们要进行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 咱们学well循环 是不是学过well一个循环呀 well 那你说我能不能这样 well 等于个什么呢 能不能写 咱们都给它用上 好不好 先让它count等于个零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可以 或者叫index等于零 换个名 叫index等于零 那你说我能不能这样 叫index 小于个多少 是不是小于个 它的长度 是不是 小于个 那这个长度怎么写 lens test 这是不是它的长度 它长度是12345678910 是不是10个呀 那它小于10 index是否只能是0123456789 0123456789是几个 10个 是不是10个呀 这都能取到啊 然后如果我在这取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通过print一个什么呢 或者这样写上个v等于一个test 加上一个什么呢 不是底了 是不是中括号 是不是根据下标是不是进行取啊 能不能写上index 第一次的时候index是不是0 是不是拿了一个证 第二次是不是建 是不是这么来做的 然后我给它print一个v 是不是把它一个一个全输出了 然后再加个什么呢 index 每一次是不是得自加1呀 index 加等于1 没错吧 最后是不是print一个 是不是完成了 没错吧 所以你看这样我们去点了的时候 你看证件文 妹子有种冲我来 是不是全输出了 这个没问题吧各位 这是不是就用咱们之前所学到的 well循环 可以一个一个的是不是把它输出出来呀 来那也就是说在这 我们是不是就是利用的这个锁引 以及循环把里边的每一个字符 一个一个循环给帮我拿出来 没错吧 好那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还有另外一种简单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for i 这里随便写item 随便写一个item 或者是一个写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证件文 好吧 证件文 随便起个变量 这是普通的变量名 ok吧 然后印什么呢 印test 然后直接代码块print zgw 这也能输出正见文 妹子有种冲我来 看到没有 看到哈 所以呢各位你看到这儿 我们又学了另外 对于循环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一个well循环 而接下来咱们学了for循环 那for循环是不是相当于在内部 它帮你做了个技术器 然后做了一个什么呢 小鱼 然后每一次内部是不是再给你自增一次 对 是不是类似于做了这个功能啊 那如果以后我们想循环某个东西的时候 你直接通过for给它某一个东西印那个里边 那在这个代码块里边 这个变量名是不是代指的第一次循环 是不是第一个值 第二次循环是不是第二个值 是不是一次一次就给它拿过来了 是吧同志们 所以在这儿咱们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魔法里边有个什么呢 for循环 那for循环的格式是什么呢 就是写上一个for 然后随便是不是一个变量名啊 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是每个元素的变量名 对不对 是不是 循环每个元素的变量名 然后关键字印 就是接下来是不是你可以写上个字符串啊 写上个字符串 然后加上个代码块 然后在这print或者做操作 然后你就可以利用当前这个变量名来进行操作了 这是咱们又补充的一个for循环 那在这里 又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这个for循环 在其他的这个数据类型里边也能用 for循环 在其他的这个循环 其他的操作里边也能用 那for循环能用 谁还能用呢 索引 也能用 切片也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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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各位你看我在灰魔法这儿是不是只跟你说了几个一个for循环 一个索引 一个切片一个lens 是吧同志们 那你看这个灰魔法 那你看这个灰魔法里边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我都认为在其他的数据结构里边是不是可能都能用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你可以这样去这个灰魔法里边是几乎所有的数据类型里边都能都能使用 没办法 那里边有几个一二二 是不是有四个灰魔法 而自幅串里边咱们是不是要记住六个魔六个基本魔法呀 所以自幅串这里咱们通最终你要记几个 总共要记住十个魔法是不是就行了 ok吧各位以上记住这十个魔法就算你的自幅串就算ok了